法国宝妈们都爱逛什么店呢 今天刚好要给朋友刚出生的宝宝选小礼物 就带你们看看这家我超喜欢的母婴买手店吧 这家店是马黑区超人气买手店 佛洛旗下的母婴店 巴黎应该没人不知道吧 没太可塞塞嘎呢 里边塞都没塞的 基本上欧洲个人体母婴板牌都可以还得玩得的 像这种可爱的小绘本就很不错啦 每一页都是不规则的森林场景 色彩搭配超可爱 要不是朋友生的是男宝 我肯定选这种只拼的娃娃屋 就一种复古又精致的感觉 店内最多的应该是宝宝衣服围兜和餐具了 看着硬邦邦的 但我应该 心都要换了 全部都圆圆地的 质感中要好好听嘛 这样一头送给人 实大方都看啦 看这种动物毛巾 是不是成年人的你也想拥有呢 这里还发现不少可爱的玩具 连JDK的公仔也有不少哦 啊哈 男仔 可以买个蛋蛋送给他哦 不过买了粒也好处不是挺好的 搞不好被他老母打我 跟着白一勒 最后呢 还是选了一些保守又可爱的东西 像这些牙胶 小碗 小围兜 就通通来了一点 今天又是大满足的一天啦 哈可以就带一点会很嘎嘎啦 拜